但末日中水源绝对是最重要的物资 这群年轻人尽管躲过了恐怖的传染病毒 但此时却面临着水源匮乏的危机 大家将防空洞里能找到的所有水都聚集到了一起 开始商量接下来要怎么靠这么点水活下去 性格最为强势的光头男瓦雷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由他一个人来直接管理这些水以及所有的食物 之后每个人每天只能吃两顿饭 至于喝水的话除非真的很渴了才能喝一口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十个人活得更久 接着瓦雷又警告所有人都不允许进入洞窟 否则后果自负 与此同时大家也开始想其他的解决办法 最好能够在食物和水源彻底耗尽之前逃出这个防空洞 由于在停水的几个小时前他们刚刚破坏了所有的监控 的确有可能是惹恼了外面管理防空洞的人 因此贾拉就开始着手修复摄像头 想试试看这样能不能让外面的人将自来水重新开启 随着其中一个摄像头被成功修复 贾拉和黄毛两人便开始在镜头前和对方交流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水 却是一阵阵刺耳的警报声 防空洞里的一个个红色警报灯也随之亮了起来 这警报声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捂住了耳朵 而最糟糕的是这警报声还一直响着不停 要是他们有一辆车就好了 对了说到车 如果你想卖车 又怕吃亏 可以点左下角懂车地先估估价 上面有个二手车板块帮你免费估价 输入自己的汽车型号 上排日期 行驶里程 就能马上获取精准的报价 关键是不用花一分钱 而且懂车地还有各种保单 销量 续航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想了解的朋友快点左下角下个懂车地吧 无法忍受的贾拉等人只能打开一个电箱 将里面的一根根电线全都剪断后 这才终于让那刺耳无比的警报声停止 看来想向外面的人求助这个办法是行不通了 不过很快瓦雷就又想到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那就是制作一个炸弹将门给炸开 瓦雷吹牛说自己小时候 就和小伙伴一起制作炸弹去炸过东西 尽管现在他手上找到的这些材料并不是很多 但也完全足够制作出一个炸弹来了 而且并不需要将那厚实的钢门给炸开 只需要将门的荷叶给炸坏就行了 听到这个方法后虽然有一两个人不同意 医生罗拉就认为用炸弹强行破门有不小的风险 搞不好会把大火都一起给炸上天了 不过绝大多数人都还是赞成的 于是就实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措施 毕竟以现在的食物和水源库存他们也坚持不了几天了 女模特内迪亚想着马上就能逃出去了 非常激动的让瓦雷赶紧将炸弹给做出来 接下来瓦雷和几个男生就立刻开始了炸弹的制度 瓦雷先是制作了一个很小的炸弹试了示威力 确认自己造出来的玩意儿有用 后心里也更有底气了 而就在大家的心情都因为炸弹研制成功非常激动的时候 那个老古董收音机里却响起了一阵声音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他正在寻找幸存者 由于病毒泄漏导致大面积的传染 他所在的地区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尽管大部分人都逃走了 他过来听着收音机里的声音 贾拉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私人电台发出来的消息 不过对方所说的情况却有点像是科幻小说 因为他们十个人被关在这个避难所也就一周的时间 外面怎么可能就发生了世界末日呢 但电台里这个男人的咳嗽声却不像是假的 一时间众人也有些怀疑这人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过他们只要将门给炸开 就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